首先我们看圣经的就是 分享神的作为是荣耀神的名 马可福音五章十九节一起读 耶稣分开靠对他说 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女 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连闻你都告诉他们 把人就走了 在底加波利全让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欺其 就是当这个被鬼附的人 当他整年赶出来之后 他就想跟耶稣 耶稣说不行 你不可以跟 其他人就可以跟 但是你不可以跟 你要回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 怎样连闻你就告诉他 那他就回去 去到哪里呢 底加波利 底加波利其实就是 Dekka Polis Dekka是为什么呢 Polis是城市的意思 这个是希业文来的 但是其实 大家有些人听过这个字 Cosmopolitan 就是Polite 就是城市的意思 十个城市 是大个区域来的 全让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欺其 也就是说 耶稣在他身上做的事 很多人听到就欺其 神的作为 这个就是我们分享的目的 很多时候我为人祈祷 说他得到安慰 说了邪灵 接着我说 你分享吧 又可以泄录 有些人立刻就很愿意的 有些人又怕怕 我说 如果你怕我会弄蒙你的样子 可以放上网 大家都发现 我网上的影片 有些是弄蒙 有些是清的 如果你们有些不想 放上网 我可以弄蒙它 但其实呢 怎样都是永遠神 如果清的当然是最好 其实没有问题的 我网上都不知道多少影片 其实没有问题的 那你放胆去做 你就可以给神大大使用的 很多人看到的时候 是会有回应的 其实我有很多影片回应呢 是当有些人不说出来 是最多的 有些人另外呢 就是病得医治 是最多人看的这两样 好了 那接着呢 就是 分享神的作为 叫人更加爱主 更加去亲近主 路加福音18章43节 一起读一下 是指立刻 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 荣耀与神 众人看见者 是也赞美神 就是他们赞美神 那就是神 于是跟神的关系更加好 就是我们的见证 是荣耀神 让人看到神的作为 也都让人呢 有这个亲近神的心力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作见证 分享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今次就讲到 怎样去分享 怎样去做得更加好的 好了 首先我们要分享 一定要跟神 有亲密的关系 才能有丰富的分享 曾经 以前呢 有一个牧师跟我说 因为以前呢 团契很喜欢分享 有时候去旅行 去Camp 那就分享 但有时候去分享 真的很无聊 曾经试过有一个男生去分享 是真的很搞笑 真的很不对 他说 团契里面的女生 我个个都曾经幻想过 去分享这些东西 那么 牧师就说 有时候有些人的分享 是好像分享无知的分享 就是分享他们的无知 他们的不好的地方 但希望我们的分享 不是分享无知 是分享 怎样 就是跟神的关系 和神的丰富的作为 那时候呢 我们的分享就丰富了 就不会是 分享无知的东西 好了 首先我们要好的分享 一定要认识圣经 才能够分享真理 因为圣经就分享一些 就是给我们知道 我们所分享合不合乎圣经 曾经有人这样的分享 我呢就 有个女生撞过来 他撞不到我 就撞了第二个 感谢神 那就是不应该这样 可以撞到第二个 这个神是怜悯人的 这个是不应该来感谢神 是撞到第二个 有圣经的真理的时候 他就不会这样去分享 那我们呢就 还有有时有些人 他讲的分享 是会有信仰的错误的 尤其在救恩 好行为 基督徒得救是恩典来的 是白白的礼物 是当我们悔改信靠主 就白白得救 但是我们得救之后 就会有果子了 这个是 信心的果子 就不是得救的方法 就不是 就是我们的行为 并不是令到我们 是赚取更多的神的爱 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 所以当人分析的时候 如果他讲的内容 不合乎圣经的时候 人家听到就会觉得 为什么他讲的不合乎圣经呢 就是他不太懂圣经 第二就是 我们讲到跟神关系有几样的 我们时时都会讲的 信靠 亲近 信从 信靠 你信靠神就会讲出有信心的话 有些人分享就会 我真的很惨 神好像不记得了我 神好像没有帮我 这个他分享 他是埋怨着神的 你有信心 我们知道神是真的 神是帮人的 就不会埋怨神 其实我觉得神 我用一个字眼 神老师给我这种字眼 神经常被人误会 很多人误会他 觉得神规待人 对人不好 其实神永远都不会规待人 世人有痛苦 不是因为神降灾祸 来罚他们 而是因为人类犯罪之后 神就跟亚当说 因为人类犯罪 他监中的时候 就会长出 荆棘质疑 就是犯罪的后果 神跟人有个距离 所以有这么多的痛苦 不是说 神不爱我们 其实神就在这些痛苦中 去帮我们 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就不会说 我痛苦所以神不帮我 而是说 在痛苦我依靠神 神会帮我 这个就是 当我们认识圣经就知道 在困难中 神必定帮助我 我依靠神 神一定帮助我 一起说 在困难中 我依靠神 神一定帮我的 然后就是 时时亲近神 才会经历神 和被神更新的 有些人就分开 哎呀 这段我又枯干了 哎呀 这段我又无力了 就是他少亲近神 为什么没有亲近神呢 懒惰啦 第二就是 觉得亲近没用啦 因为他不懂得 如何亲近 如何用心灵成神 或者他对神有埋怨啦 但如果我们跟神 有健康的关系 一学到如何 用灵爱无神呢 就亲近神 就经常有力量 我发现了一样 因为在我自己的 素灵生命 我发现了这件事 就是当我们越亲近神 亲近神是越容易的 譬如我现在 我随时随时 一想耶稣 我已经充满喜乐 充满能力 立刻充满神的爱 是即时的 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在人生中 有一些日子 是曾经不是那么容易的 曾经是有困难的 就是越亲近神 就越容易 经历神 或者被神更新的 还有信服神呢 就能够分享 信服神的生命了 有很多人觉得 跟从神是很难的 哇 做这么多的事 甚至有些人说 哇 这些是律法主义 这些是 哇 被人压力 其实不是的 跟从神呢 传福音去帮助人 辅助人 是好的 是开心的 看着人改变的 但有些人 当他没有信用神的时候 他就觉得是一种重担 还有时时留意神的作为 才能够丰富的分享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 大家有留意我说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深呼吸 是不是很舒服 我就留意到深呼吸这么舒服 我就留意到 我就感谢神了 我就教导了 很简单又一样这么简单的东西 很多东西我都会留意的 如果大家试过手指弓伤过 手指弓 即是有困难的时候 你就发觉 哇 手指弓是很重要的 就算你有十天手指弓 没有手指弓 你都很难做 感谢神 我们有手指弓 很多东西我都会留意 神做的工作 每一次他救我 每一次帮助我都留意 所以我有很多分享 什么东西我都有得分享的 好了 接着 冲破分享的惧怕 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小朋友分享 有很多小朋友的圣灵的能力 上台广道 整个报道卡 那为什么有这种胆量呢 第一 就是多分享你就不怕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会有 六点钟 但是第二个就会分开群人 你这群不是我在这里 就是有时候我在这群 可能有些人呢 就一帮人在那里分享的 那么就个个分享 越分享就越纯属了 越说得多越纯属了 第二呢 经常想着神的大恩 经常想到神的恩怨很大 还有想到人的需要 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第一次讲道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是做教师的 那人是基督教学 那校长说 他说呢 我们每个老师都讲道的 我听不到 因为我已经有心侍奉着 我一信主 我已经没多久 我已经想侍奉着 我很开心 可以上台试一下去讲道 那我很开心 预备好了 那怎么知道上台坐在那里 是这样阵阵阵阵 是没什么话控制 是没有什么话控制 一直阵阵阵阵 阵到我站在那里 接着我拿到 queまあ 一说话 一有回音 又不阵阵又不阵 第二次又是一样 但是后来怎么通过呢 我 just想到 其实个个人都需要神的恩怨 因为什么我越跟人人聊天 越发觉人人其实 outra人 其实都有不开心 每个人都有烦恼 都有困难 那kol过的话 我们都可以Be시� Carol 當我們經歷神的作為 分享出來是可以激勵人的 我們就會覺得我們所做的有意義 就不怕了 放膽去告訴別人 譬如現在一群人都是同樣的病 而這個人是那種病得醫治 他就說 我以前好像你那麼辛苦 我現在得到醫治了 這樣說出來 這個就會有這個火熱的心 還有想到神的大恩 他真的是凡事都幫的 第三 如何衝破這個懼怕 就是先討告 以及一路分享一路討告 就算我講到 其實我已經有習慣 一路想著耶穌 喜歡耶穌 講到沒有可能 我一直說 耶穌啊 求你什麼什麼什麼 求你怎樣幫我 沒有可能的 一心二用講一下 我就不知去哪裡了 我只是做了什麼 是喜歡神 一路喜歡神 我就會感受神的能力 所以你講到的時候 一路喜歡神 也有時候你可以問一句 耶穌我跟著怎樣說 耶穌我怎樣做 先討告 四年充滿 然後先上台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個分享的能力 在台上也不斷在這個狀態 如果你留意我 你會發覺我又輕鬆 又開心 還有有火熱的 應該就是從神而來的 好了 第四 有人聽說可能信了愛主 神會紀念 這個也有一個動力 他們會信主和愛主 所以我更加想分享 第五 與主同真實節隔 你就不介意別人怎麼看你了 沒有所謂的 不要緊的 笑話又不要緊 哈哈哈哈 沒有所謂 不要緊的 不用怕別人怎麼看的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衝破這種懼怕 我可以說 每一個第一次上台要講話的人 都一定有懼怕 但是這件事是可以遲早衝破 如果靠著耶穌 如果看自己 哎呀 我又說得不好 哎呀 我又說漏了個字 又說漏了點 你這樣看自己 你就會很辛苦 如果是這樣 我這樣說 就很沒有自由 好了 很重要 我是榮耀神 不要榮耀自己 這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诗篇115編第一節一起讀 耶穆說 榮耀不要歸遠外門 不要歸遠外門 要因你的慈愛和食實 歸在你的名下 是很重要 不可以歸於我們 當我們奪取神的榮耀 神是不歡喜的 神就給我們意念 我們每一個人侍奉主 就像是建屋 如果你榮耀自己 又拆回 有沒有人建屋這樣 起了鳳牆又拆回 又起過 又拆過 又起又拆過 那整天都是起來起 都起了幾個珠 因為整天拆 如果榮耀自己 就必然是這樣的 我用一個實際的例子 實際的例子 譬如你為人祈禱 當你第一次為人祈禱 哇 那人馬上經歷聖靈 你的確是很開心 也很容易說 我都頗厲害 永遠要自己 因為是想著我多厲害 這樣的時候 神是不歡喜的 我們只是一條爛鐵管 神是將鐵管一路一路修往 叫它更加好 讓神的愛流通 我們是完全的能力 不是我們身上 不是我們做到什麼 是神做到什麼 所以當我們祈禱 見到人的經歷 我們馬上謝謝耶穌 從心底住 有些人是這樣的 口也 謝謝耶穌 心也 挺好 挺好 自己做得挺厲害 這樣的時候 一面是歸榮給神 即是口說 神在哪裏 神在哪裏 神在口還是心 神在心 所以千萬不要 心暗暗在稱讚自己 也就是神的恩典 當然我們都可以稱讚自己 你都很努力 多謝神 你一路改變 可以這樣稱讚自己 但是千萬不要覺得是自己的功勞 你都一邊不要覺得自己被別人強 譬如領受異仗 不要覺得 我比你們厲害 我見到異仗比你們多 千萬不要 我見過有很多人有異仗 他一收到異仗 他怎麼樣 每個人都要聽我的異仗 我受神的說話 你每個人都要聽 因為神不跟我說話 這句說話是非常驕慕的 即是我們不可以 用這個心態 我看著很多人 他有這個先知性的恩志 他就開始收得不準確 所以我們一定有個謙卑的心 不要覺得自己被別人強 我們有的都是神給我們 即是我們處理罪 處理得好 都在神面前謙卑 我都是犯很多罪 神教我 現在我願意放低罪 這樣的時候 這個心態是非常重要 還有 亦都在任何的服侍 無論是為人祈禱 無論是帶領小組 無論是帶領敬拜 都一定在過程中 不要說我都挺厲害 經常都要覺得 我和你們一樣 一起學習的 都是一起謙卑在神面前 好了 當我們在分享 或者做任何事工的時候 很重要 就是事事留下神的同志 你的心一直喜歡神 這個就是一個 因為如果有祈禱 是比較難的 但有些中間斷是可以祈禱的 喜歡神其實都是一種祈禱來的 你的心就會歸向神 這樣的時候 讓神不斷在自己身上工作 即是在我身上工作 也都在人身上工作 一路喜歡神 以及一路是祈禱的 即是有個祈禱的心態 來喜歡神的時候 神的同志就會加強的 譬如先當以斯拉他 祈禱一掛祈禱的時候 我是感受到神的靈的力量 降臨 神就會當人謙卑的時候 討告他的時候 神就會降臨 所以我們時時要做 記得不要只是說 是讓神去帶領 如果大家記得 在約書亞記那裡 約書亞去到耶利哥城之前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 穿著軍裝的人 有拔出來的刀 他就說 你是幫我們 又是幫敵人 他說我都不是 我是耶華軍隊的元帥 我是你們的元帥 我不是來幫你 是你們跟我 這個是很重要 即是神 是我們的元帥 不是我們 耶穌來幫我這個 幫我這個 很多人就是這樣 你幫我這個 是我們跟神 這個才是正確的次序 所以當我們跟神 神就做功了 是吧 哈利多人 多謝耶穌 也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心被震撼 才能夠震撼人 分享的時候 不要只是說話 分享也都包括 當然講到 這裡講到很多 個人的分享 個人的見證 就是我們 哇 神這樣工作 哇 真是很奇妙 神的改變 我真是很奇妙 我真是很想告訴別人 震撼 震撼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的感情被震撼 很重要 人的感情 是我們 我們 人的靈 是我們人的核心 但是很接近這個靈 就是我們的感情 當王全道和以斯拉 去到天堂 看到這個生命冊 都看到神是寫感情的 當我們傷心的時候 神都說 祂是傷心的 祂是掛念他們的 即是神寫的時候 是寫祂的感覺 不只是寫一些理論的 同樣我們對神 都應該是充滿感情的 是盡心盡勝 整個心靈去喜歡神的 是歡喜快樂的 是那些人去到耶路撒冷 去歡迎耶穌士 是很開心地去讚美神的 是從心底處發出的 所以有一個分享的人 大家會留意到 有些人說到 是純理性的 你發覺震撼力不大 但是當這個人說到 他如何被神改變 他真是一個罪人 一個軟弱的人 神如何更新他 改變他 然後他如何被神大大使用 當他和心底說出 神如何震撼他的時候 人聽到會摘心 會有感動 因為他被神更新改變 他被震撼 他整個生命被震撼 好像彼得苦悶在地 主啊 離開我 因為我是一個罪人 他就被神震撼 然後他才能震撼人 所以這個感情 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學 分享 或者靈靈敗的一樣 靈靈敗的一樣 充滿感情的 除了我全身外力 是從心底去發出的時候 我們無論做什麼 就會有力量了 也都是從心底發出 我們就會很流暢 很流露出神的恩典出來 當我們想到神奇要作為 就會被震撼了 每一次 我都曾經說過 我三個手指 本來有一次拉一個閘 被他劫住 痛了幾個月 我就說 如果大力歇小 我已經沒有三個手指 我已經不可以彈結他 我已經不可以 跟人普通的握手 已經不可以 好像現在這樣彈琴 我每一次想到這三個手指 我都多謝神 即是我是被震撼 我是每一件事 我都被震撼的 這樣的時候 我分享的時候 我真的很喜歡講神的作為 就是的 還有留意自己 在思想神的時候的感情 怎樣呢 思想神的作為的時候的感情 譬如當那一刻 當我的手指 嘩 跌完好痛 我不是只想到痛 我是會想到 嘩 如果斷了 就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圖畫 那我馬上有那種感激神的心 心裏面發出那種對神的感恩 我亦都試過有一次 差不多撞車 我直接說 耶穌 我都想不到這麽快見你 我現在來了 但最後 我只想到哪裏有位 我會走進去 那我即時真的 整個人是震撼的 即是我到現在 我想回我都是震撼 我希望大家 讓神怎樣拯救我們 醫治我們 改變我們 是震撼我們的生命 我們分享的時候 就是從心底發出 是用感情發出的 以及將感情自由地表達出來 放膽說出來 真的很開心 哇 當我在1998年聲明 當這個報道家為我一按手 神的能力一湧入來 神的愛一湧入來 我即時感動到 是難以形容 即時我是很感激 很歡喜 還有我說 神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你和可以和你有 這麽親密的關係 我即時真的 對神有很強烈的回應 但當我說的時候 我說的時候 我不是這樣說 1998年 這個報道家跟我一按手 我就很感動 就哭了很久 那時候你就哭到 你又不是很感動的了 真的我到今天 我想回我都感動了 我都是很震撼的 哇 真的好像天堂 我聞到天堂的味道 是很震撼的 真的 是改變我的生命 如果不是那次的改變 我今天的事物不是這樣的 大家 你都可以提升的 表達出來自由些 這個包括在日常生活的 當然我不是叫你每天都說話 嘩 好厲害啊 你是要合乎比例 譬如你媽媽煮的菜 你可以這樣 嘩 好 好 你可以這樣 不過你可以 媽媽你真是 好厲害啊 這碟菜很好吃 這個合乎比例 你上台是不同的 是誇張一些的 就是可以 然後呢 有感情分享才能夠影響人的 當一個人現在分享 是沒有感情的時候 人家覺得 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這樣 好了 聲音也是很重要的 用共鳴的聲音 其實我一直在用共鳴的聲音 大家聽到的時候 你是很自然的 聽到 第一 我就算很細聲 很細聲也好 共鳴的聲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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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聲也好 一樣有個力量在這裡 那你說話的時候是一樣的 那你發覺我呢 每一句說話 我都有重點的字 你發覺 但我不是每個字都大聲 我不是說每個字都大聲 我是 每個字都大聲的 有大聲有細聲一點的 那時候呢 我們的表達就有不同了 即是有大聲 有細聲 有共鳴的聲音 有興奮 也都有柔和 那同一句說話 我是周時有改變的 有興奮也都有柔和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大聲一點 Lelujah 小聲一點 感謝耶穌 聲量是一路改變的 那時候呢 那個 就是你重點字就會 強烈 就會清晰 如果不是每個字都大聲 我想大家都聽過 有些人是這樣的 好像軍隊那樣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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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人就容易,有共鳴聲音就容易 好了,面部表情都很重要 分享的時候 不要覺得分享詐 分享而已 不是講到 面部表情太強烈 好像誇張了些 其實不是的,很簡單 講很簡單的東西都可以有面部表情 第一樣最簡單的面部表情 就是多些微笑 時時都習慣多些微笑 見到人就多些微笑,這個是學回來的 我小時候是很少笑的 為什麼呢?家裡經常都是 一邊罵一邊打 嚴肅的,沒有笑的 有時開心,可能很開心的時候 我會笑一下,但是很少的 但是我們可以學習 多些笑容,喜笑就是 開心地笑的,又不介意的 哈利路亞,感謝耶穌 享受神,面部表情 就是可以有享受神 啊,耶穌真是好 自從那次我經歷聖年之後 我騎到肚子都很享受 噢,耶穌 隨時都享受 真的一樣 而且也有面部表情有興奮 哇,你們那麼愛主 真的很開心 你們那麼努力,在小組裡面 那麼投入,那麼投入去領敬拜 我真的很開心 大有興奮,興奮也不一定要很大聲 哇,我心真的很興奮 你看我很細心 但是我都說得出興奮 為什麼呢?是有力度 有力度,可以細心有力度 哇,我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興奮 那麵部表情和聲音都會表達 火熱 我真的覺得侍奉神是最開心的 我真的覺得 我有的時間,我全部是親近神和侍奉神 是最想最想 越親近神,就越得福 就是,時時都為主而大發熱心 好了,身體的動作 這個是我去到宣教的其中一個圖畫 那麽呢,我就 就是,通常來說 我講到都是會用整個身體 那麽,而首先身體動作 是由心發出的 是個心中的神 那麽你就會自然發出來 那麽,而那個動作是由腳 和脊椎發出的 有些人呢,就開始說 有些人呢,就開始說 有些動作了 神,愛,世人,甚至 將他的獨生子刺吸他門 你會覺得他呢 那個動作不是那麽討厭 因爲他是用手發出 用身發出是什麽意思呢 在腳那麽開始 你現在能用小小的動作 耶穌真是很好的 這個小動作就好 看到,很自然的 很輕鬆的 大一點就喊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在腳那麽發出的 腰骨發出的 大家現在起床 Hallelujah! 好像我那麽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Oh!耶穌真好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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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耶穌啊! 你先看看我動作 耶穌啊! 耶穌啊!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但就算你說 耶穌好愛你 不要就是用手 看到我的腰 耶穌好愛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頭會動的 好 請坐 還有輕鬆自然 可以做慣 那你開始 分享的時候 放鬆一點 不要緊的 Hallelujah! 輕輕鬆鬆的 好了 簡單的大綱 分享 雖然不是廣道 都應該有個大綱 問一下自己 我目的是分享什麽 神母 嘩! 有些人一分享 由我信主開始說起 嘩! 那時候都不知道 說到什麽時候才 說到那些 譬如他回鄉下 然後 嘩! 又我們去過節 一起吃飯 啊! 接著有一個人來了 嘩! 說了很久很久才 引入這個人 其實 不用那麽詳細的 即是 我們想說什麽 就是 分享那個主要的 而我們有個大綱 到底目的是什麽? 我們的目的是 生命更生 是講到基徒的愛心 即是分享 那些基徒的愛心 真的很偉大 神怎麽為我預備 或者神跡其事 你就專注分享那些 譬如 以斯拉今天的分享是分享什麽呢? 分享這個 賞賜紀念冊 而跟著他的討告 是帶領大家 我們去悔改 然後怎麽樣 能夠讓我們有更多的賞賜 在身邊 有沒有留意我身體動作 就是 你留意 你就會見到的 但是 你沒有留意 你覺得很自然 好像覺得我沒有特別 但是 但我又沒有叫 喂! 要跟著動 我沒有這樣想 就是很自然地去動的 即是你有個目的 你就想分享那些事的時候 你就專注那些事 就不要加入很多的細節 即是不需要細節 顯出重點 就不需要講很多的細節 完全是為了顯出這個分享的重點 即是有很多不重要的東西 就不要加插下去了 還有清晰人物 就不要講很多名字 還有很多親戚關係 我婆婆的朋友的孫 聽完都不知道是誰 即是 有些人對於 什麼 蓋姆 姨媽 那些親戚關係 有些人家族是比較大的 你講他 已經知道是誰 有些人是沒有什麼的 他聽完你講 不知道是誰 所以有些情況 就是我有個親人 有個遠親 有個近親 已經足夠了 當然是父母 兄弟姊妹那些近親 我們就一定要講 不要講很多名字 講完他都不知道是誰 那就分清那些人物 有時我聽完他 他就請了他來吃飯 接著他就跟他說什麼 我開始說 這個他是誰 就開始不知道他是誰 有時我們需要動作 即是 這個人來到這裡 見到那個人 接著他怎樣幫他 有時可能需要分清這兩個人 可能用動作來表現 有時就算我 講訊息 分享 我都會這樣 這個代表一個人 這個人 整個人都很開心 整個人都在笑 你看到他是不是很開心 是的 另一個人 他又不開心 見到一個人 就講負面話 你見到他的時候 你都會用手影響 但我們就不要給他影響了 你看到這個道具 你就會更加清晰這個人 分開兩個人 就是清晰的人物 還有清晰的過程 發生什麼事 有時過程很複雜 人家聽完之後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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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發生 都很清晰地說出來 還有如果分享內容 有激勵性 當有些內容 好像今天以斯拉分享 有激勵性 他就乘機激勵人的靈命 你都用討告有神去激勵回座 就是趁這個時候 這個分享 就馬上去帶入一個討告 或者一個激勵的說話 那樣東西不一定上台 就算你跟普通聊天也是 我那次真的經歷了神很大的愛 我真的很震撼我的生命 你也可以這樣經歷 你可以經歷 你知道神很真 這個已經在激勵他 你會想到神這麼真來到身上 然後其中他真的又這麼 經歷到神的愛 你有沒有想到 哇 真是神這麼好 神真的來到你身上 就是這樣安慰你 釋放你的心靈 是否真的很好 你就令到他去被神的愛激勵 其實我是經常都做這件事 如果你跟我一起 你會發覺 我覺得跟周圍的人經常都激勵 一路在他發生的事 或是他需要的事 我們一直很激勵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 就是時時地這樣做 但是當然 我們又不要成為一個 說真話一定是 只是說耶穌 就好像人的感覺 聽不到 我們都要學習 要聆聽人的感覺 聆聽多一點 不要只是 一舉一說什麼問題 之後祈禱 現在是神 沒問題的了 那時候其實是逃避的 是讓他看到這個問題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傷心 我感受到你的不開心 我一定要學 其中我曾經講過輔導 有些人說很難 很難講到人的內心 一個方法很容易 你假設你是他 你發生這件事 你有什麼感覺 那你這樣 但有些人說 如果我是他 我就沒有贏 那你呢 要學一下 假設你是他 而你會覺得那件事 重要而受影響的 那我們這樣的時候 你說的話 你就不會令他覺得 你好像你很高超 你感受不到他的感受 讓他知道 你真的感受到他的感受 這件事是 我們很重要 學習這件事的 就是我們感受人的感受 但也會激勵 聽到他真的很不開心 很煩惱 我都知道煩惱很辛苦 我都試過煩惱 我真的試過煩惱 試過很重 試過真的 有個心韌著 我自己試過 我試過半夜醒了 心裡有刀割的 我試過半夜醒了 心裡好像有石頭壓著 但當我經歷到耶穌釋放 我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你都可以的 我這些說話都是激勵人 去有他經歷神的作為 OK 我們這次再看看 有經歷神的 就帶這個人去討告 清晰的過程 清晰的人物 演出什麼要點 有什麼重要的要點 簡單的大綱 所以你分享的時候 你有一個簡單的大綱 有清楚目的是什麼呢 身體的動作 可以分享大事小事的 有時候有什麼大事分享 分享小事就可以了 小小的東西 小小的開心 小小的幫助 小小的經歷神 都可以了 那你練習的動作 那你一會兒 你這樣坐在那裡就比較難 那我分享我站在那裡 試一下動一下 那可能一齊試一下練習動一下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你坐都可以 哈利路亞 可以嗎 鑑定耶穌 鑑定耶穌 可以了 還有面部的表情 我們試一下 能夠輕鬆一些 能夠時時有笑容的 還有聲音的改變 聲音的改變 怎樣能夠有速度 還有這個力量 感情 心又被神的作為震撼 一邊一直愛著耶穌 來到一邊的分享 是經常都是榮神的 OK 衝破這個分享的懼怕 哈利路亞 祝福大家 大家有沒有興奮感 希望大家一想到分享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凡事看生命都是很正念的 可不可以 哈利路亞 有機會分享 感謝神 好 謝謝 我們